嗨,大家好,我是杨小玉 上次我们是给我外婆尝的那个火腿和排骨香肠吗 然后我觉得品质都挺好的 但我也想把这渔州的这种味道给介绍给大家 后来呢,我看了一下他们店铺哈 那个价格有点小贵 而且他们销量还不是很高哈 后面我打听了一下 他们这个呢,做的其实都是线下 他们线下的销量都挺高的 然后排骨香肠的话 在线下就不用都销了,没有什么量了 然后排这个火腿的话就还有很多 今天呢,我也是准备过来 想给这个老板降一下价格 给大家一点福利 好,也想把这个产品 就从线上给他宣传一下 现在去看一下开工那个要个优惠 这些火腿也蛮好吃吗 这些啊,这些是两年三年就火腿 这江派还有点多啊 我这个江派想用锅都在跳哦 罗兽来跳哦 比较优秀哦 你看嘛,很多,发不完 我们的门市上都发不完了 罗兽是知名商标,金江产品 还有飞骨折五花衣衫 飞骨折五花衣衫那个牌子在下边 这里有限级的,限级市集都有 哇塞,弄多啊,腌肉 啊,都卖得差不多了 你这个腌制的话,那么多时间呢 一般腌制需要四十天左右 但是腌制了之后啊,要清洗 然后清洗了之后要脱水 脱水之后要发酵 大概需要一年多时间才能够真空包装出来 但是这个火腿呢,有一年,两年,三年了 像我们这种啊,大部分买的都是一年了 上了三年的火腿是生车都可以哦 哈哈,可以生车啊 可以,可以 因为做西班牙的火腿才能生车 我们总归的也可以啊 嗯 那耗子还是长的 耗子比较长,因为这个技术难度也非常大 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潮水气头 连我们都用了这个厨石机 嗯,一般来说,这个火腿保管的不好 它就容易变质 所以说我们这个玩意 通过脱水,脱液 然后保存出来的火腿的话 质量就非常好 好香哦 对,一闻到就很香的 一走进这边闻去闻到就很香 特别是我们那个火腿租机哈 几十米圆都闻到就很香的哦 对,比你玩儿都残酷了 是啊,是啊,是啊 嗯,就像我们吃了一种餐品啊 我觉得挺好吃的 就是后面我看了就这种炸鸭啊 有点小鸭小鸭的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把它加上一种特材 推根就是网友这些嘛 就是看过来能不能 你谈要给我炸鸭 然后你们这种炸鸭啊 这种东西你都可以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火腿本来自主流程呢 跟其他不一样 而且这个特别是在这个 里面其他很多火腿哈 它是加了这个压酸酸辣 有很多更安逸加那种 大马车那种啥子工具有效 车来的这边都是马轮 像我们这个你可以放心的车 所以说我们这个外面就是烦耀气比较长 所以说质量稍微有偏好一点 那么你说到这个价格问题上 我们可以这个让心的 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现在买的六十九 这些可以给你降十块 降到五十九啊 这些都可以 之后大家上了之后 多多宣传就可以了 对就是把您这种邮寄的这种农产频道 推根给大家上一会儿去 今天我们这个火腿上了中央电视台 四川电视台 四川这个马上渡州春景点晚晚会 都引渡自己走了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哦 质量上你可以放心 嗯 就是的就是 主要是好吃的 想给你根本是一顿不利 哎呀 吃了好小喜欢嘛 我就不赚钱都不惯吃了 等董家上说我全是餐米饭 然后火腿我是直接切了就朝上去吃了 有一点点咸的味道也是很好 哦 还是挺香的啊 哦 那主要是你的使用方法不对头 一个是我们的排骨相当不含不淡的 嗯 比较可以 但是这个火腿就不一样哦 因为这个火腿要弄到指甲里 中间又弄到一个构头 这个构头 这个构头如果是盐方面的头就是臭的 嗯 所以说啊 呃 任何人的火腿做出来都比较显 但是我们做的都是低盐火腿 那么你在吃之前啊 你就要先退一下盐 要么就是做两种水的丢了 要么如果是你吃这个鸡竹火锅啊 你比如说青汤的羊竹火锅啊这些哈 你就直接取来 因为那里面水多盐 它就把盐分分剪了 你两三分钟前去吃 那就不干不了了 你刚好对头 所以说你没整对头 你自己把火腿切来 那里炒蒜面 吞的就很咸 因为你没头盐 而乡上都是租过事业的 所以就刚好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原理 诶 香蚊子里都很香啊 好多人都喜欢吃火腿 就是 一次就感觉很喊 没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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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刚刚我跟邓总聊了一下 邓总这个人呢 也挺好说话的 人很实在 因为他们听到我们是 要为卢州这个农产品 投资产做推论嘛 让大家都能吃到 我们卢州更好吃的这种农产品 他就说可以给大家优惠一点 因为快过年了嘛 大家也想背一点年货 然后这个呢就是 火腿的话 可以优惠10元 然后排骨商场 可以优惠20元 排骨商场呢 它本来制作成本就很高 因为它是一个厂衣里面 装一个排骨 就比较制作成本 比较高 制作的过程更艰难一点 福利今天给大家 真迟到了 如果大家想平常我们卢州味道的话 大家抓紧时间 过了年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哟